接下来把焦点转到阿富汗 美国撤军阿富汗 那么塔利班搜刮了美军武器 现在在政治经济跟社会面 其实这个国家是边临崩溃的边缘 在金融稳定方面 阿富汗的银行限制 所有国民每个人一个星期只能够提领 相当新台币5600块钱 民生的物价狂飙 油价在两周内涨了140% 面粉跟糖都贵了三成之多 由于国际持续冻结 阿富汗的外汇存抵 所以塔利班政权手上 只有一亿美元的现金 完全不够支应国家运作 国际社会会开始恢复对阿富汗的援助 像卡达跟土耳其就协助修复了 克布尔机场 美国也准许阿富汗的汇款业务 让一点点少许的资金 可以留回阿富汗 美国8月30日撤军后 塔利班接收了大批美军武器 他们开着战车在大街上游行 上空还有美军黑银直升起飞过 不过这恐怕只是塔利班表面上的风光 在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援后 阿富汗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的状况 都濒临崩溃边缘 阿富汗银行开放营业 但规定每人一星期只能提领200块美金 相当于台币5600元 阿富汗目前的物价狂飙 油价在两个星期之内就涨了140% 米、面粉和糖也涨了约三成 美国和欧洲冻结了阿富汗超过100亿美金的外汇存底 塔利班目前紧握有约1亿美元的现金 阿富汗前任央行行长 十分赞同国际冻结资金的举动 他认为要是让塔利班拿到了钱 受贿的绝对不是老百姓 Shoul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nblock the reserves? Should they give financial aid to the Taliban to help the people? No. If they have access to Afghanistan's reserves they will not spend th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opulation They will transfer some of those money to their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colleagues in the country to the terrorist groups We saw that example of that in the past 尽管不信任塔利班 但阿富汗百姓无辜 国际社会还是尝试与塔利班接触 由于卡达与塔利班仍然维持友好关系 因此就担任起协调者的角色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重启喀布尔机场 开放对外的交通 不过机场在撤离期间 塔台和起降设备早破坏无法运作 卡达 土耳其以及荷兰因此伸出援手 派技术团队到喀布尔机场协助修复 联合国也恢复了食物和医疗援助 运输机目前改降在其他城市的机场 另外美国财政部也同意让西联汇款 恢复阿富汗个人汇款业务 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 2号前往医院探视在喀布尔机场 遭自杀炸弹攻击而受伤的官兵 英国首相强森也在同一天 前去慰绕撤退的英国部队人员 他在受访时表示 同意外交大臣的看法 英国情报确实误判了阿富汗警示 北约国家对于美国撤军阿富汗 没有及早通知感到不满 英国国防大臣近日接受访问时 甚至暗示美国已经不再是国际超级强权 塔利班掌权半个多月以来 成立新政府的消息一直是指纹楼梯响 不过种种迹象显示 塔利班的新内阁已经成行 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中央委员会 公布多张照片 官员们准备好了成堆的塔利班旗帜 要在总统府内庆祝 塔利班透露最快会在周五宣布成立新政府 TVBS新闻总和报道